我们来看白斑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营养不均衡或者碰撞造成的吗 其实看到白斑的话 主要是注意到说 它这白斑是从指甲的甲面呢 还是它的甲床所呈现出来的白斑 或是偏白 如果是甲床的偏白的话 那可能要担心到说 是不是血液循环不好等等 如果说是甲面上面 就是甲板上面的偏白的话 我们需要担心到说 有没有可能是一些黴菌感染等等 像有一种就是 比方这个好了 凹陷 对 它长得像汤匙一样 一般我们的指甲 我们知道说它是这样子 就是比较圆滑的嘛 对不对 到底代表什么呢 缺铁性贫血 对 刚才提到是说 这种凹陷的话 比较常会需要去注意到说 有没有可能有贫血 对 或者是甚至到一些 甲状腺方面的疾病的一些问题 这种指头凸起来 我们叫做这个主状指 它跟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 是 就我们来解释的话 就是它跟这种主状指 跟心肺的一些循环比较有关系 那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当心肺血管 这边有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末梢的这些血液呢 就是营养比较不够的话 一开始 它会想要有一些血管的增生 希望有更多更多的血液营养过来 但是久而久之呢 越来越没有营养的时候呢 就变成纤维化了 甲状就会变成越这样鼓起 还有大家手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困扰 凯云就常常这样耶 就是有所谓的肉刺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看 维生素缺乏或者是免疫功能出问题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指甲的周围旁边都有所谓的叫甲上皮 这是在保护我们的甲原 保护我们的甲母细胞 对 但是当我们的营养缺乏的时候 或甚至说有一些维生素的缺乏的时候 甚至到外伤创伤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所谓的这个甲上皮的出现 这些维生物或者是这些什么微量元素 我们比较常需要的是像芯啊 这些东西 芯 对对 没错没错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维他命B群等等 很多人指甲容易断掉 对他们来说生活上也非常困扰 我们来看指甲软脆到底是什么呢 哇 甲状腺机能的问题啊 是 没有错 这个指甲叫做硬角质 基本上一定要有一定的一个硬度 当我们本身指甲的一些 不管是蛋白质的缺乏 或是缺乏一些微量元素 或甚至到说一些身体里面的 甲状腺功能的一些异常的话 都有可能会造就所谓的指甲变得比较软